在高雄左营凌晨2点多 民众疑似酒驾追撞前方机车酿货 造成歧视和后座乘客喷飞摔伤 警方到场后 发现驾驶双腿有多处血迹倒在路旁 而且雨无伦次 身上还有着酒气 立刻先将人送医 后续要进行抽血检测 确认肇事原因 驾驶昏昏沉沉的倒在路边 手扶额头疑似酒驾酿车祸 过来啦 先不要动 警方到场驾驶身体弯腰前傾 根本无法站稳 过了好一会儿 驾驶才回过神 配合警方训问 高雄左营今天9号凌晨2点多 一辆蓝色轿车 疑似酒驾追撞前方机车酿货 造成机车上一对男女 连人带车往前喷飞 坦摔倒过路边 警销货报后 已紧急送医 而车货现场机车的前轮严重断裂 可见撞击力不小 这边听到很大声 是怎么 家里听到你出来看到什么 不知道啊 就是听到蹦蹦车 其实很大声 看不看这个一定大 大 出来看都变成这样 对啊 出来看都变成这样 车货发生巨大声响 吓坏众人 民众表示 蓝色轿车上 还有一名乘客趁戏逃走 随即警方找到该名男子 一并带回派出所调查 至于肇事原因 还有待警方进一步调查厘清 记者肖志远高雄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